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道 简单好做又美味的黑芝麻糊 我是用豆浆鸡来做的 首先,我们加入四分之一杯的米 然后再加入四分之一杯的黑芝麻 接着加入四分之一杯的糖 如果不喜欢太甜的朋友 可以少加或者不加糖 最后我们加入三杯的水 我这里水和米的比例是1比12 如果喜欢比较稠一点的朋友 可以用1比10的比例 然后盖上豆浆鸡的盖子 然后用这个多功能的选项 选上这个婴儿腐蚀 我这块这个绿豆沙也可以 我也试过 效果也挺好的 然后按启动就可以开始做了 大概过了20多分钟 听到这个豆浆鸡发出嗶嗶的叫声 就说明黑芝麻糊已经做好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浓稠香甜的黑芝麻糊已经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倒在碗里食用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自己做的黑芝麻糊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